我们继续看 所以 佛跟弟子 叫他怎么观无我 由正德无我 而得无上解脱 成就三种无上有 于大师所 大师就是佛陀 恭敬尊重 供养如佛 佛弟子 因为佛得成就 就尊重供养佛 世尊绝一切法 既以此法调伏弟子 令得安慰 令得无畏 调伏极尽就尽灭法 就是佛是这样得成就的 他就告诉你 你这样修可以得成就 所以三种法人 此事苦 逼迫性 此事苦 我已知 此事苦 努应知 此事道 我已修 此事道 努应修 此事灭 我已振 努应振 此事道 我已修 努应修 基本上 佛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告诉弟子 怎么样 可以走过来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苦是一种业报 业报是由烦恼来的 烦恼是从我见我爱来的 烦恼基本上 造业是由我爱来的 我爱是由我见的 就由我见我爱 所以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那么 这个 这个 于此无人防复 无名所父 贪爱所欲 感得此 有恃之身 一样 长夜轮回 也不知苦 就是本境 基本上 问题的癥结 都在于 我见我爱 看起来好像是 一夜轮回 其实是 依我见 我爱在轮回 所以叫做 后夜苦 后夜苦 所以 从根本上 就是 从根本上 那么 基本上 就是断我见 那么 从次第上 就近的 来处理 来看 就是 离我爱 离我爱 基本上 就是 先离我所爱 所以要先离欲 欲是我所爱 基本上 佛法的修行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 佛是这样修 他就告诉你 你必得也要这样修 那现在我们不是 现在是 佛这样修 修成就的 那么我们念佛 拜佛 佛就把他修成就的 给我们 这完全不是佛法 这完全不是 佛法 我有罪 我要这样灭罪 佛有罪 也要这样灭罪 佛有烦恼 要这样除烦恼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 我有罪 我念佛 佛帮我灭罪 我有烦恼 我念佛 佛帮我灭罪 这个不是佛法 佛 你不修 你不修不得 成就 那我们有罪 念一个什么咒 来灭一切罪 我们有烦恼 念一个什么经 来灭一切烦恼 我们有苦 念一个什么经 什么咒 来灭一切苦 不是 有苦 要知道苦因是什么 叫做急 只是急 招感线 他会招感苦 烦恼也会招感苦 那么 你必须要知道 所以苦即灭到 这个是一个次第 究竟是次第 那我们运用在生活上 苦就是问题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 生命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它就是苦 那么你第一个 要想到的就是 这个是什么苦 它是怎么来的 急 它是怎么样造成的 那你会发现到 所有的苦 不外乎是内因外缘 那从12处来讲 就叫做跟尘世合合生处 那基本上是这样 你要把它通起来 贯通起来 你的法不是 你的法不是书本上的 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不是啊 一个字一个字 它是一个礼一个礼 礼是心理的 心里面会通的东西啊 心里不会通的 那个不叫做礼啊 所以你的法 不能够是书本上的 口头上的 声音上的 不是啊 它就是心里面 正确的认知 所以法劳益 意劳益 然后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犯恨劳益啊 基本上是这样啊 那个意理你不清楚 那四四而非 你就非因既果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非法说法 非律说律 那你怎么能够得到利益呢 那你天天 天天在那边幻想 佛有无限的威德力 然后能够灭你一切苦 能够示你一切福报 能够带你到一个 最殊胜没有痛苦的地方 你这样是没有办法 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的 那这里就跟你讲 佛 佛成佛 不是 不是蓝灯佛加持他的 也不是加色佛加持他 蓝灯佛只是跟他授记 你的程度 你的程度 到哪里 就好像 你之所以能够毕业 不是你的校长 给你加持的 你毕业 你得到这个成绩 你校长说 你可以拿毕业证书 只是这样而已 那 释迦佛并不是念 蓝灯佛 见加色佛成佛的 也不是念蓝灯佛 加色佛 可以离苦的 不是的 也不是念蓝灯佛 加色佛 犯烦恼的 也不是蓝灯佛 传给他一个奏 蓝灯佛给他一本经 然后他天天念 就离苦得乐的 不是的 佛是让你知道 他有这种功德 你跟他学 他是依什么方法得度 依什么方法断烦恼 依什么方法得解脱 他这样做 得到这样的成就 我们跟他学 也这样做 也得到跟他一样的成就 是这样 念佛是这样的 就是念佛 念佛是要策发信念 想跟佛学习 所以念佛要学佛 学佛什么 学佛修行 如佛修行 念佛学佛要如佛修行 那如佛修行 就如佛成就 其实这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念佛 没有要学佛修行 多少人念阿弥陀佛 有学 有学法杖比丘吗 没有啊 你知道法杖比丘怎么修的吗 他不管那么多啊 他管他法杖比丘怎么修 现在他成为阿弥陀佛了 他就有能力救度我 他告诉你 法杖比丘是怎么修的 就是要你学他 他告诉你 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 只是要策发你的信念 这个人值得我学习 这尊佛我要跟他学习 你要跟他学习 他这样成就 你要学着他怎么修成就 就算法杖比丘 那么有智慧的人 他听到佛跟他讲 要怎么修行的时候 怎么成就功德的时候 他都要思维五节 要如理思维啊 我们不想那么多 我们不想那么多 专心念就对了 不对 智慧文师修正 文师修就是加工又行 你过去就算有生德会 你现在没有加工又行 依然不能成熟 依然不能成熟 那么你没有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得五落会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好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那么他说 世尊觉这一切法 一切法是什么 就是一切法 过去若现在若未来 一切如实之 其实就是我 无我 一切法都是缘起 无我的 无常无我的 那么既以此法 调伏地质 我们说过三个无上 那么他有这个智慧 那么了解那个次第 那个方法 依这个次第休闲 断一切法 得到那个境界 得到解脱 那么所以 既以此法 调伏地质 令得安稳 令得无畏 调伏即进 就进涅槃 所以他叫做三种无上 好 世尊为涅槃固 为弟子说法 世尊说法 就是要让弟子得涅槃 说法的目的 是要让你离苦得乐 那如果 如果世尊加持 你就可以离苦得乐 他不用说法 他不用说法 他就传给所有众生 一个咒就好了 一个佛号就好了 那不用 大家专心念 说那么多 反而杂修杂念 专念就好了 不对 所以为涅槃固 为弟子说法 就是为了让弟子 都得涅槃 得涅槃的不恶法门 就是断一切烦恼 就是要有无肉慧 要有无我的智慧 一切烦恼的根本 在我见我害 那么 你可以从根本上去做 也可以就近 从次第上 从你能做的东西开始做 如果你力量大 当然你树根直接拔起来 如果你力量没那么大 那你就不能拔树根 拔不起来 因为你的力量 没有那个树的粗 你拔不起来 你就要先慢慢聚 慢慢聚 然后那个树根 你也拔不起来 你就要想办法 让它不生长 越长越粗 然后渐渐渐渐 渐渐渐渐渐渐 它越来越薄 它自己就会瘦弱 瘦弱 然后根烂掉 你就拔起来 通常是这样 那一般的人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整个树根 连根拜靶 像蛇利火木剑人 大家是这种 那他们 因为他们本身烦恼就不中 他们再来这个世间的时候 他们的烦恼都不中 像蛇利火木剑人 大家是这个都修很久 即使像须达多这种 在家人 他过去也是有修的 所以他再来的烦恼都不中 那么有善根 有善缘 有善业 所以一遇到佛法 他马上 那个善的种子 那个善根就不断地增长 那个善缘越来越多 那么就不断地 不断地诱把 让他善根增长 依他的善缘 启发他的善根 善根增长 增加他的善业 他的善业又来助长 他的善缘跟善根 就这样 他终究很快就得解脱了 其实我们要好好想 不然我们大部分不是这样 我们要努力就有恶缘 恶业让我们努力不起来 没有力量 有力量也被逃空 被限制 被局限 被控制 所以 我们在学习佛法的 这个过程里面 努力 一定要努力增长善缘 那么善缘 那么就是 在尽可能的范围里面 那么帮助别人 任何的情况 尽可能帮助别人 那么不要增长恶缘 那不增长恶缘 就是你有智慧 那你不跟人计较 那么没有办法 要忍耐 不要让恶缘再增长 过去就好了 所以不失持戒忍入 不失增长善缘 照做善业 持戒不照恶业 恶业会有业障 然后 这个忍入 不增长恶缘 那恶缘不增长 那你不能忍入 你就会 依着恶缘再造恶业 那么一定是起恶心 恶心就是会 磨灭你的善根 善心 就是它会障碍你的智慧 它同时会形成 烦恼障 瘀障 那后来会有暴障 它其实是这样的 那它就会局限 你会发现到 我也很努力啊 但是为什么我都是遇见这种人 发生这种事 为什么偏偏我要用功的时候 我就肚子痛 为什么我要拜佛的时候 我就膝盖痛 为什么我要念佛的时候 我就喉咙痛 为什么我要听经的时候 我就头痛 你有障碍啊 有障碍你不要怪别人 你要自己好好努力 突破这个障碍 受 甘愿受 真的 然后努力做 然后再想 这个音乐这样 有没有改善 没有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从来往来 多努力 多努力 真的 这种东西障碍会现前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这样 我就在想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一定是有障碍 所以有一阵子 我就退下来 开始修福报 劫散 障碍就比较少 就不断 就是忍入 忍入 然后多修福报 反正就是 你在你的能力里面 多修福报 然后多劫散 然后遇到不散的人 就要忍 然后一阵子过后 慢慢慢慢 你会发现到 恶因恶远 恶境恶事 渐渐减少 不然你当然处理 这些都处理不完 你因为恶因恶远 你又造恶业 这些恶业又会遭感未来的 恶 会让你起恶心 恶心又会遭感恶远 恶远成熟又会遭恶业 就这样 你一直处理不完 永远处理不完 你的心力耗贿在这里 你也想休息 但是修不了血 然后就会越修越不行 称心越来越大 然后烦恼越来越重 你就会觉得这个世间的人 因为你遇到的都是不好的人 你会觉得 他们也是修行人 你就会觉得 说修行都是骗人的 你都会这样感觉 然后你就会觉得 从此怀疑一切的修行人 然后也怀疑自己 然后慢慢慢慢你就丧失信心 然后丧失力量 然后最后会丧失信仰 真的 这种我出家三十年来 我看来看去 我就看到这种 但是我们会反观 我们如果遇到 我们要怎么做 真的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这个也记载在经里面 但是不是这样说 但是也确实是这样 那你要好好想 就是所有的佛法 都要跟你的生命做连结 跟你的烦恼做连结 它就是处理你生命中的烦恼的 它就是解决你生命中的痛苦的 如果你生命中的痛苦 生活中的烦恼 压力不安恐惧云祸 不能从你所学习的佛法中得到解决 那么它没有办法让你得无上解脱 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究竟涅槃 没有办法 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你增长智慧 没有办法引导你正确的修行 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正的解脱 它就是 佛法就是灭苦之道 就是调伏烦恼的方法 断除烦恼的方法 那涅槃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 没有痛苦的境界 不过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在生活上 在生命中 我们都有种种烦恼 烦恼这个 烦恼那个 可是你一烦恼的时候 你就知道佛法是怎么教的 佛陀是怎么教我的 你不会只是 哎呀 我又烦恼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大悲咒一直念 然后就希望念完了之后 烦恼就没有 痛苦就消除了 正在念专心念的时候是没有 念完了之后 就好像你眼睛闭起来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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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灯开 还在那里 真的啊 这个我以前也修过啦 我以前也很用功告诉你 真的 念佛慈咒 慈百智明咒 慈莲花生咒 慈大悲咒 然后慈灭定夜真言 我以前呢 一天拜三千佛 读六百卷的大佛罗经 读三遍 三遍没有读过 读两遍多 这些操作我都做过来了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天天拜八十法佛 一天至少都拜两三遍 受了菩萨戒 每天送菩萨戒 我告诉你 但是 烦恼依附如是 后来发现应该不是这样解决的 不是这样解决 要从根本 后来妈妈 稍微有一点理解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善根的 对佛法 诶 刚才知道 然后就从这个角度下手 你开始要觉察完了 控制完了 调误完了 真的 那你这个地方 你还在 当然一开始都是这样上 一开始都是 虔诚的祈祷 专注的念诵 那么满怀希望的等待 等待我的业障消垂 等待我的烦恼减少 等待我的善缘增加 恶缘退善 佛法不是等来的 不是祈祷来的 解脱不是祈祷来的 不是期待来的 痛苦不是因为祈祷而消失的 快乐不是因为祈祷而增加的 不是的 他都是要运用 有正确的观念 运用正确的方法 斤进不懈的努力 然后把它离痛苦解决 因为问题根本离解决了 有了正确的方法 那么持续不断的解决这个问题 把它解决掉 快乐 幸福也是这样 智慧也是这样来的 我以前就觉得一直 以前我就觉得自己 烦恼重 越上重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 最常见的就是 就是念佛 拜佛 再不行 拜忏 就这样啊 真的 然后各个道场点灯 写消灾牌位 这个道场 一个道场威力不斗 我也这样太重了 就比较有名的 比较有力量的 但是呢 你根本没有解决 你家里面有一只死老死 你没有去看 气味是从哪里出来的 家里太臭了 夜障重 赶快去拿一个道场 点一盏灯 希望佛让我家里不臭 念一个不臭座 念一个香水座 念一念 还是臭 为什么 你就去找那个 你把那个 闻那个臭味 想想从来 把那只死老鼠扫掉 它就不臭了 那你天天买很多的香水 就好像你念佛念座一样 很多的香水 暂时会没有味道 香水会退去 那个死老鼠 不会自己退去 它一直在那里 一只一只的死老鼠 不断地发臭 虽然让你感到不安 感到痛苦 但是在你没有 在你没有找出那只死老鼠 把它移走之前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也可以治标 你离开 没有闻到 你用很重的香水 比它重 你闻到香水的味道 没有闻到它的味道 好像解决了 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因为根本还在 佛法很清楚地告诉你 要解决问题的根本 要观察问题形成的因缘 整个过程 然后再找一个最恰当的方法 持续不断地努力 然后把它去除 那就算你把老鼠移掉之后 它还会留下一些气味 但是那个已经没关系了 然后渐渐渐渐它就散掉 这个时候你在用香水 就差很多了 然后是你把它空气打开 一下子就没有了 你没有发现一下子就没有了 不然你就会发现 暂时没有 等一下又来了 所以佛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好的 很可惜啊 大多数人没有用到正确的方法 佛是这么教的 佛是这么教的 但你是那样学的 然后学了不好你还怪 哎呀 怪我生不逢死 你不是生不逢死啊 你现在生在这里有佛法的地方 作为人 而且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能够得闻佛法 那个是 那个也是你的善根善有 只是你没有让它发挥而已 你用了错误的方法 那我常常讲 就 阿罕经里面讲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棵沾坛树 好不容易找到一棵沾坛树 你却拿来当作木炭麦 就我们就这样了 好不容易遇到的佛法是一棵沾坛树 你把它当木炭麦 你就是念佛拜佛 然后求保佑 然后求消灾免难 可惜啊 好不容易在那么多沙子里面找到一棵珍珠 你却拿来打小鸟 祈求那个有肉的人天胡棒 那一只鸟被你打到了 那就挤两肉 那有什么价值 那你学习的佛法就是求 这一生的平安 来生的幸福 暂时的离苦得乐 不求解脱 你看是不是用珍珠来打小鸟 那好好想这个问题 好 那么这里说到的 那世尊就是为涅槃固 为弟子得涅槃固 这个才是最高的目标 要得解脱啊 要求解脱 那最重要不要认为 末法没有得解脱 有 可以解脱 只是 第一个你要有解脱的意愿 先有解脱的意愿 这一点解脱的意愿到现在很多人都没有 因为认为自己涅槽重 身不逢死 末法没有办法得解脱 不对 这个观念要先打破 要有求解脱的意愿 那大圣是 大圣也不是不求解脱 大圣是求一切人的解脱 不为求自己的解脱 不是不求解脱 这个要清楚 尤其菩萨界里面就明显讲这件事 这个大圣不是不求解脱 只是不为求自己解脱 要记得 那么要有求解脱的意愿 然后之后要怎么样 要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要发生道 行道 要有这样的 那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行为 没有那个意愿 你认为念一身佛就六度具足 念佛就是大布施 大慈戒 大忍度 不是 还没有 那你认为慈戒就能解脱 那也不对 他一定要不离八正道 所以世尊为涅槃故 为了弟子得涅槃 世尊已经得涅槃 已经正涅槃 他已经熄灭一切烦恼 离一切苦 但是他为了弟子 所以不为求自己解脱 那有些人他解脱了 他就三民宿下 激进涅槃了 但是佛徒不为求自己解脱 他要出家也不是为求自己解脱的 他看到一切众生这样生死 他起悲心我要找出一条离生死之道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离生死 所以他出四个城门 看到老病死 然后就看到沙门 要求解脱的 所以他也要去求这条解脱之道 不为求自己的解脱 求一切众生的解脱 因为他一旦找到了 告诉其他人 其他人可以因此得解脱 那这个其实就是大慎的福利性 他不是不求解脱 好 为弟子说法 所以说法就是要让弟子得解脱的 告诉他我是觉悟到什么 那么要怎么做 所以佛法就是离苦的方法 那么正确离苦的方法 真理 真理是什么 怎么证得真理 为什么会有痛苦 怎么样才可以不痛苦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受种种的苦 现身的苦 来生的苦 轮回的苦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要找出那个因 就是苦极嘛 苦极 要有正确的方法就是道 然后就可以灭苦 苦极灭道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你要有离苦的心 要有求解脱的心 要有得虐盘的心 所以灭 然后照着这个方法去做道 然后就真正把苦灭掉了 得虐盘 那佛种居士 我诸弟子 于此法中得尽猪肉 照着我的方法 如实观 如实修 如实知 如实见 而掩置明觉 那么 纯一满尽 犯任清白 佛法这样 基本上 基本上 就是说 我们 我们看这个佛陀 为他弟子说法 基本上他都是这样 我见 离我见 离我爱 觉察烦恼 调扶烦恼 都是这样 那重点是要有正知正见 那么你努力的去做 一天一天的做 每天都这样做 你每天起来 起来你都会有很多境界 那种种的境界 就算现在 那么这些树 这些花 那么基本上 你看他没有在 你看他都没有声音 其实他就告诉你 无常 原起 其实经典也这样讲 所以为什么 极烈世界的鸟会说法 极烈世界的树会说法 极烈世界的风声 也会说法 因为一切的境界 不爱是原神法 不爱是原起法 原起法一定是无自信的 一定是无常无丸 所以辟之佛在树下 那个树有跟他讲什么吗 没有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看见流星 流星跟他说什么话吗 也没有啊 但是任何一个现象 你如果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到 他是无常 他是原起 那当你因这个境界 看见真理的时候 那个就是那个境界 才跟你说法 去脑上说过一个茶杯 茶杯 有跟他讲 讲什么吗 他的声音是 啵的一声而已啊 他的像是碎掉的像而已啊 有跟他讲什么吗 那如果是我们 哇 好可惜耶 这个一百块耶 对不对 哎呀 那杯茶 很珍贵耶 去脑上看到什么 看到无常 看到原起 那所以 他一这个原起 一这个无常发现 一这个无常发现 那他体会到什么 一样的道理 近的 动的 一切的人事物 无外物是原起的 那我们执着些什么 当然还是会执着的 像我 你说我都不执着了吗 这么能讲 这么 但是不一定能修啊 但是修 不一定修到究竟 也能修啊 我就是这样看的啊 我经常都是这样看 这样观的 不然没有办法 随口顺口就讲出来 你经常都是这样像的 但是 它还有层次的差别 但是你就必得要这样做 天天都这样看 天天都这样看 那么一切的人事的变化 纷争 人跟人 这个人跟有人吵架 这个人又懒惰 这个人又怎么样 你内心如果开始瞧不起这个人 你就发现到 你要觉察 我现在因为这个静 它不过就是一个静 这个静是一个人 或是它不过是一个事 这个事是一个人 你永远 你永远要觉察静清楚 你觉察内心的烦恼 要比你看见这个人事物的近 还要清楚 就是你从这个向上 要看到它那个理 背后的理 它为什么这样 我为什么因它这样而这样 你永远要想这个东西 几次以后 渐渐渐渐 你会有波动 你会有烦恼 但烦恼不会很重 烦恼的时间不会很长 烦恼的程度不会很重 烦恼的次数不会很多 会渐渐减少 烦恼的程度会渐渐减轻 烦恼的时间会渐渐缩短 真的就是会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烦恼障碍不多 那么你的智慧就越来越有力量 你看得越来越清楚 因为心越来越安定 那个定不是你入初产 二产三产的诗定 那个定就是 你不为境界所炫祸的定 所祸乱的定 你不因为境界而乱心 会乱也是一下子而已 马上就调火 马上就调火 你就看 看着这个人 看他怎么做 怎么讲 怎么想 看着后续 你虽然不是在看连续区 且待下棘 分明 但是你就知道 一切的无常变化 你不会因为他这样 特别生气 你会生气 但不会特别生气 不会一直生气 那你渐渐渐渐 某件事 某个人 某个境界 跟城市合而生处 处具受享受 你都跟明相应 不跟无明相应 偶尔跟无明相应 也马上转过来跟明相应 因为那种习惯 那是一种习惯 学佛最重要 就是养着这种习惯 这种习惯 这种习惯 即使你往生的时候 会跟着你去 带着你的业 带着你的习惯 带着你的心 心相念的那个心 念念相续的心 而去 去到哪里不知道 但是还会长远这个习惯 自然会有这个想法 自然看到这些境界 就自然会这样想 看到经文 就自然能够明白 看到境界 就自然能够清楚 不为他祸乱 为什么正出国的人 他终究可以得解脱 即使在五欲境界里面 他也不会迷失 迷失了也不会很严重 所以他才能就近解脱 那正见真上的人就可以 他不会多少都到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习惯力很强 他那个智慧力很深 善根深 我们现在要培养这种善根 不断不断地在佛法上 斯文 广学 多文 独立 斯文 然后在境界上 要如实修学 如实哪来用 神告诉我们 这个是年轻 这个是无产 然后这个是因缘合而变化 他这样做 那我是怎么想 他这样说 我是怎么受 那我要处理我这个烦恼的问题 那这个只是一个境界 那我能够减少 如果我的能力上能够让他 这个境界不要那么强 我就努力 如果不行 那么我要把所有的心力放在 我 看守这个境界的 这个上 因为我没有其他力量在分散出去 我所有的力量都要来承担这个境界 我要有力量对抗 那你还要用一只手去弄其他的地方 那没办法 但是有的话 那么我就尽量把它移开 然后一方面控制我 一方面忍入境界 或是一方面调伏境界 没办法 就所有的心力要用在调整内心 真的 那这样你操作一阵子就好 你会发现 你渐渐得自在 因观得自在 你这会因观得自在 那终究得自在 那个必须要照见五音接口 但是 你从照见 你不是自体 你从境界里面 你就渐渐不受他影响 在一切境界 从我所下手 然后渐渐归结到我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 我们讲 真正修行 那其实都不离开这些 不离开自心 自心离烦恼 不离开这个部分 那当然要先觉察完 要知道 烦恼在你的内心 它就是过患 先不管它是因为谁 因为什么人 有理无理 那不管 是因什么而起烦恼 当然你会起烦恼 都是那个人没道理 那个人伤害 那个人怎么样 都是这样 但是 只要起烦恼了 它就在你内心形成过患 这一点要先看到 要说未患灵 那你要远离这种过患 内心有繁忙的过患 虽然你可以远离那个人 但是远离的那个人 你没有远离内心的这种过患 对他的厌恶 震恨 你所谓你远离那个人 内心存有厌恶跟震恨 内心存有厌恶跟震恨 那么你就没办法 真的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发现这种道理 有一个人他因为跟同学之间产生很大的伤害 然后他非常的厌恶 他就要离开 他不服输 因为人的问题 有某一个同学 有严重的过节 他呆不下去了 不是他不喜欢服输 不是他不喜欢休息 不是他不喜欢其他的人 里面50个人 他讨厌一个人 非常讨厌跟他作对 他就呆不下去了 所以他要离开 我就劝他 你真的要离开 并不会 不要带着震恨离开 因为他会带着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你到其他境界有类似的人 你的震恨会在升起 他会形成更大的障碍 那么这些 因为不晓得你过去的因缘怎么样 那如果你常常遇到 那个世界你就待不下去了 你会觉得到处都遇到这种 你的震恨会加强 因为你没有处理震恨这一步步 如果你要离开 不是因为震恨某件事 人事物 而是你想求得更好的 你必须带着这个心愿离开 这就是 这里不能让我获得更好的东西 我要求得更好的 你能帮助我解脱的 你要带着 我在这里已经学到了 那么已经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再让我增上 那么我必须要到其他地方去学 让我更增上 你必须带着这个愿离开 而不是 我不想待在这里 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 只要离开这里到哪里都好 这一种心会给你带来后患 真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说 这样子 我不晓得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你即使离开不是带着变恨离开的 而是带着希望离开的 带着要趋向光明离开的 不是要逃离黑暗离开的 不是的 你要解决的 你真的要离开 解决了这个黑暗你才离开 带着你的光明离开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在你内心那个阴影 它会一直存在 你如果没有解决它 下次类似同样的人同样的事 你那个阴影会加深 障碍会加重 然后你会更紧张 那么有一天你在打坐 你那个最深沉的东西会现出来 它会再来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让内心没有过爱 没有过爱 不管是好跟不好 朝这个地方努力 你说我做到了吗 我也还没完全做到 但朝这个地方 真的 人世中本来就有好不好 还基于个人的散热业跟散热业 散热业跟散热因缘 那么你现在的散热心会遭感 散热因缘 那么又会造散热业 那你过去的散热业 又会引发你现在的散热心 但是如果你懂这个 懂这个修行方法 不管它善跟恶 只能让我真善 如果是恶 那就是逆真善 如果是善 那就是顺真善 这个真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你看那个华严静进行品 有没有 他从早上起床 华严静进行品 你有空去看一下 以前我读华严静 我早上都读华严静 我就体会到这个道理 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 中间看到任何的所有的境界 非常多 141个 60华严跟80华严不太一样 我最初是读60华严 天天读啊 一天读极卷 所以我有一些印象深刻 然后后来读80华严 那进行品里面 进行品里面 141或143 它是从早上起床 到晚上睡觉 这中间所有的境界 看见好人 坏人 看见佛 大便 大小便 然后刷牙 种种 然后脱波 脱油的 脱没有的 脱好的 脱不好的 遇见会报恩的人 遇见不会报恩的人 恩将仇报的人 反正是种种 那么他都什么 他都发善愿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一切境界 真的是修行都是没讲 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会 你会修其实是很快 那你看 一切境界 一切境界都是个缘 因为这些会让你 跟尘是何而生 处去受小吃 他就会引发内心 应尽身心 那这个心 这个心 这个以这个境 以这个心会在 缘这个境而生 应尽身心 应这个境而生起 种种的善恶心 你们回去看一下 你就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有读过 尽行品的 一切境界有善有恶 那其绝于你的善恶业 跟善恶业 那有些人 遇到的都是善的 善的多恶的少 天人就没有 天人没有恶业 恶因恶业 偶偶有一些不好的心 那也不多 那也很多善的 在旁边辅助他 那么如果善的境界 善的境界 你就发顺真善言 顺着这个善的境界 往上提升 其实啊 顺真善 如果是恶的呢 那个就命真善 那这个就是儒家讲的 君子处富贵 行物富贵 处贫贱 行物贫贱 那么一样 不管是好跟不好的 他都可以增上 那这样 他不会被他影响 他就能够什么 自在 君子无路而不自的 那么 那么你看 他从早上起床 到晚上睡觉 这一段期间 他有绝照的情况下 他见到 走路的时候 见到灰尘很多 见到没有灰尘 少少清净的 他的心都会受影响 但是 不管是好不好 他都发善愿 当愿众生 怎样怎样 我拖到空波 就当愿众生 自一切法空 拖到满波 当愿众生 智慧圆满 这是我说的 大概类似像这样 我没有全部背起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大小便的时候 当愿众生 弃贪真词 其实是这样 那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不好的时候 不好的境界 就是两个 希望所有的众生 包括我 都能脱离这种 不好的境界 大小便是不好的吗 那所有的众生 弃贪真词 就好像 弃大小便 虽然是你体面的东西 但是你不会留恋 这个是我的 你怎么可以脱我的 丢掉了 要把它留起来 做纪念 没有这种心 那你要丢弃 你的烦恼 就像丢弃大小便 那一样 那么刷牙 洗澡 那么都是一样 都希望 都往佛法 增上的那个部分去 都是增长你的界定位 那个证件增上 一样都是这样 那其实他就是告诉你 其实无外乎就是告诉你 你从早上起床 到晚上睡觉 你看见的一切境界 你都思维他什么 如常 如我 都知道是缘起 都让你引发 真上 真上界 真上心 真上慧 三种真上 都让你真上 那么都让你 一介持 好不好的环境 修界 修定 修慧 修止 修观 念佛 念佛 极乐世界的念佛 念佛还生就是这样 二六四中 那么一切风生 水生 都能够让你 独立思维 思维到什么 思维到 思维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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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法身上 就佛法这边 你看那个 华眼镜里面另外有一个法 这个是进行品 所以他进行 修行 是进行的 另外有一个叫做四十二字 一样 这个阿字 就知一切法本不生 不管是什么声音 什么字 你都跟他体会到 无常无我这边 元祺这边 其实你再去看 他都是这样 他把一切的境界 你看到的一切境界 都是由你的心去感知的 那你的心 你就都把它 如果是净土 他就会归到 念佛念法念神 都是念法念法念神 都是什么 五根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你看是不是一样 是一样 这个是告诉你 极乐世界是这样 意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如果你在说佛世界 能够这样 你就是在极乐世界 你看好想 如果你在这个说佛世界 你看见的一切法 你都能够跟佛法相应 明相应 都是五根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你看见秋天在落叶子 哎呀 世间无常 我们应该要 借这个人生好好休息 你看他的节水果 哎呀 一切有阴有盐 有阴有盐 有果有报 我们要有无肉会 才能得无肉果 那你一切的境界 你都往这边想 是不是 那一切都是 策略你精进的 让你往上的 真上的音源 好不好的音源 好不好都是让你往上的音源 你看见那个大便在路上 哎呀 很臭 你就知道 如果我们有烦恼 也就像大便一样 会被人家嫌弃 我们应该 不要让我们的内心 像一个大便 常常 自己也会嫌弃自己 别人也会嫌弃我 哎 就是一个大便 也能让你提起什么 提起智慧 也让你能够调舞烦恼控制烦恼 好的不好的都是这样 黄金子也是一样 哇 这个金子金光赏赏 因为什么 因为它有价值 我们只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像个黄金 别人 所有的人看到都喜欢 而且 金子不管打造任何的形状 它都不失它的本质 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地方 都不失我们的普提心 你看 你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事情 你都可以转到怎么样 跟佛法相验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你就是 一切风生 水生 都是念佛 念法 念生的生 一切的境界 鸟生 什么生 都是在说 五根 五立 拒绝之发生道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啊 你好好体会啊 真的 我以前读过就知道是这样 但是知道是知道 要修还要一阵拒绝 所以你要努力 因为我们有业 有那个烦恼 它有时候会往你往后拉 但你不一定能够一直往前 所以要紧紧 要不断地撤离自己 有时候会退失啊 有时候你也想 你也知道是这样 也应该要这样 但是当你这样的时候 它又不这样啊 它会烦恼的业力 或不好的业 会让你往后退啊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要肯定自己 要鼓励自己 然后还要撤离自己 虽然我退 就是屡败屡战的心 要往前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没有其他路 解脱是唯一的一条路 向上 向上 向解脱 跟玄奘大师一样 就是要死 也在死在向解脱的路上 你最好 零向东土一步 零向西土一步深 不像 它是往西取经的 不像通土一步深 零向西方一步深 不像东土一步深 一样的道理 那就是我们 我们在往解脱的路上 会有很多的境界 很多的困难 有时候厂长们会觉得 哎呀 我快撑不下去了 我不行了 我没办法 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永远要肯定自己 要想一想 自己能够做人 能够学佛 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 后面有多少人 希望像你这样而不能 没有办法 多少人没有 你看你家的狗跟猫 要像你今天坐在这里听经 思维佛法 弥勒佛再来 他都可能还做不到 那其他的还有很多 真的 我不会骗你 没办法 那不要说你家的猫跟狗 就你家的左右邻居的人 就好 他们人也很好 也做善事 但是能够像你这样 学习佛法 相信佛法 再做到这边听经思维佛法 可能到弥勒佛再来 也还没办法 那你为什么可以 你家设佛时代 蓝灯佛时代 可能就开始修了 所以后来 因为我以前也天天 连金刚经 我后来念到金刚经 不以一佛二佛 三四佛而种善根 哪以无量千万佛所 种族善根 你了解这个金刚经 相信这个金刚经 而且能够明白这个金刚经 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佛为种善根 真的 后来我非常相信 因为我后来观察 观察 然后再自己 这样 我发现不是那么多人 会相信佛法 相信佛法 很多人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修 不理解佛法 真的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像我们站在这里听见 大部分是超越了这个困境的人 就算生活上其他的困境 那个都是小事 那个都是小事 真的 我已经超越那么久到这里 其他的都是小事 我只要努力往前就好 那些都不足为虑 最足以让我们挂碍的就是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 继续这样 那所以要 你已经过了那么多境界过来 四大海你都过来 那一条小河算什么 所以现在人生的境界 不足为虑 不要为这些小小的 那一只蚊子 一只苍蝇就老得 你没有办法吃饭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我们也会有困境 我也有啊 你有我没有 有啊 也有困境 那所以 所以当这些困境 你不要被它困住 那个都是小事 想一想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 今天才学佛 也不是 也不是今天才遇到困境 我们已经过了多少 努力让自己更上下 那佛法永远是 在学习佛法的路上 永远保持积极 乐观 希望 冠冕 欢喜 永远让自己在 欢喜学佛的路上 积极学佛的路上 充满希望的路上 充满光明的路上 充满欢喜的路上 真的 你要自己这样 常常告诉自己 偶尔也会失落 偶尔也会痛苦 偶尔也会忧虑 但是 想一想 你这些慢慢就没有 勇往直前 未成果道 不畏尖 那么 所以 其实学习佛法 不只是知识上这样 一定要用到生命中来 我常常讲 要跟你的生命 跟你的呼吸 一起 跟你的血 心脏 一起跳 跟你的血液 一起流 跟你的呼吸 一起出路 那么 你渐渐渐渐就会了解 佛法不是书本上 就是我生命里面的东西 就是我生命中的血液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先把这一段讲 所以 他说 佛这样为弟子 佛是为了涅槃 为弟子说法 那我们也应该要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应该要 向解脱的路上 所以我常常想 佛法上的趋向 向上 向上 向解脱 那么佛总句是 我知弟子 于此法中 得尽猪肉 断一切烦恼 一切油肉 一切烦恼都断 得心解脱 得慧解脱 那我们说 心解脱跟慧解脱 那基本上 离贪爱 心解脱 离无名会解脱 这个是最前面说的 好 就是没有我爱 我见我爱了 于宪法中 自知作证 你当下就知道 你不是死后才知道 你当下就知道 你正虐白 你当下就知道 你出生死 所以于宪法中 那么 自知自作证 我生已尽 犯恨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后 这个就是解脱之见 自知自见 自己得解脱了 我这一生到这里 是个尽头 就没有下一生 这一生是最后一生 这一生是最后一生 犯恨已立 我已经犯恨圆满了 清静无肉 那么我应该修的 应该做的就做了 无学 那么自知不受后 无生 那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佛陀 那么告诉弟子 告诉这个活种居士 就是 萨之二宁见诸 那你跟你弟子说什么吧 他们都怎么修 这个其实经文 经文其实 我们如果会想 一小段我们就可以 其实可以引导我们休息 如果不会 就一大步间 你也是 你也是不知道怎么休息 你祈祷的都是 佛很会休息 他修给我 千万不要这么想 如果你还这么想 那么 基本上表示 你的善根 还没有征战 但一开始都是这样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学佛的 那么一开始也是 努力地拜佛 拜餐 你看我早上送 早上送华严经 晚上送华华经 平常都送金刚经 而且我去福元的时候 还送大波勒经 而且我是读书的时候送的 刻意时间在那边送的 而且送到还有境界 但是我告诉你 境界也不能离苦 有境界只是你的心 专注到某一个程度 那么它引发的一种 殊胜作用 就算有神通 不要说有境界 就算有神通 也不能离苦 离苦就是要智慧 就是要如理思维 就是要法随法行 就算你有神通 他也不能离烦恼苦 离流回苦 也不能 提普道都不是有神通 外道不是有神通 他能离苦吗 他有时候更苦 跟看不惯 所以因为定有真上心 问题它不是增上你的智慧 它是增上你的烦恼 所以你看那个外道 有定 看见那个有宿命通 有天眼通 它也增上 增上邪见 是不是 所以你没有 第一个先要有智慧 你修行偶尔的那个境界 比较执着 那个如果不能转为智慧 就转为执着 我爱我见 我所爱我所见 我所执 反而障碍 反而障碍你 你更执着 执着那个境界 修行用功 多少会有境界 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之所以不能解脱 就是因为那种境界 你要小心这种境界 用功都会有 真的 但是我们不是要求这种境界 我们就是要增长智慧 真正的境界 不是定中的境界 不是只有你知道的境界 真正的境界就是发生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办法处理 有没有办法接受 有没有办法理解 这些境界 平常的境界 就是境界 不是定里面见佛见法 见佛见光 见到过去生 见到未来生 那种境界不是 你真正要处理的就是 现在在你面前的 这六根六成的这些境界 你不生贪 不生痴 不生贪 不生辰 不生痴 这个才是 你真正要面对的境界 而不是你天天 打坐 希望或是你得清凉 得殊胜 那种短暂的境界 你送亲 感到很殊胜 在这个今生佛事里面 感到很殊胜 然后看到 谁又 因为你诵经超度了 谁又 那一些如梦如幻的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现在在你眼前的境界 你要不起探真识 这个才是真正佛法教统 不是去看那一些其他 不知道有没有 只有你看得到 只有你知道的 然后你自己感觉殊胜 自己自以为良好的 不要 不要迷失在那个里面 真的 所以我常常 不是要学习佛法 不要 不要只是想着 要跟佛菩萨感应 要努力让到 跟法相应 你境界来了 你的法就现前 处理这个境界 不起探真识 没有爱证 无有爱证 动然连反 信心明讲的 道道无难 威胁简直 就怕你虚妄分别 道道无难 真正的休闲 其实也没那么难 难就难在你的习惯上 起虚妄分别 兼着 那起爱证 所以动然 但无爱证 动然明白 在境界里面 你清楚 一切是缘起 一切是无常 一切是无我 心里面如实知 如实见 动然明白 无有爱证 这个原则抓住了 我告诉你 休息就是在这里 时间到了 我们先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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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